另外一则民生消息是眼看下个月就要调涨夏季电价 立法院民进党团认为民众的负担太重 所以提案要求台电必须要动涨 否则不排除要杯葛预算 但是抗议了半天 最后在表决的时候还是没能过关 民进党立委拿着抗议的自排站在议场正中央 也不管会议正在进行 就是要阻止台电在7月份调涨夏季电价 也提案要求台电动涨电价 甚至在表决提案的时候引发冲突 台电应该即刻暂缓 实施本年度的夏月电价 大家共体时间 不要做正式操作 由于之前台糖沙拉有涨价 加上夏季电价也将在7月1号开始实施 民众党团估算用电量700度以上的用户 将增加36.63%的支出 500到700度涨幅也达20.58% 331度到500度为11.26% 300度以下的用户也要涨8.51% 涨价让民众吃不消 倒是台电方面对动涨的空间很低调 第一季检讨过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水准 那么第二季是在6月底的时候 那数字出来7月底数字会检讨出来 我们会对外再做报告 台电董事长也澄清 燃料价差到现在台电已经自行吸收1500亿 未来是不是有动涨的空间 还有戴美季末的评估 而民进党团的动涨电价提案 由于国会人数不敌国民党优势 最后表决还是没能过关 建议小张古良台北报道 小张古良台北报道 小张古良 loud 大量是最后知道 就是最后一样的 国内价格 是最后一样的 制作已公布 大量的选择 应该是最后一样的 就是最后一样的 有点复权 工�带来 第二季 工绩